歡迎大家回到我想講知識 我是9V 我是史提 今天的主題呢 我們要來看看 工程師常常會念錯的單字 其實有時候大家聽得懂就好 有時候你講對的 反而會有人聽不太懂 就像在別的職業 也有可能發生這種情況 因為大家都有共同的語言 雖然念得不太正確 或是不太標準 但大家都約定數成這樣子念 所以就很能夠彼此溝通 希望看完這個影片 你就會非常清楚 就是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大家約定成熟的單字 第一個類別呢 就是 唸成別的單字 第一個字 登登 Version 它是什麼意思呢 版本 沒錯 那大家都會喜歡把它唸成 Version 那這樣就會很尷尬 因為Version 其實就是 處女的意思 佛女還是處女 處女 嗯 確定 反而差別其實在於 中間那個子音 Version的話 它是屬於比較 濁濁的感覺 Jean 對 然後如果是處女的話 它就是 Version 其實在台語就很多 比如說 你很厚 你很厲害的那個 厲害 就是一個濁濁的音 但如果你把它發成 一個有聲子音的話 就會變成 你很厚 你很厚 就變成猴子了 唸猴子 嗯沒錯 Version 跟Version 是有差異的 雖然差異可能不太大 但是 如果你是面對面講話的話 大家就會聽得出來 你是唸處 嗯 但你唸一次 你很厚 不是啦 唸Version Version 對 那如果是處女怎麼唸 Version 那我們學起來呢 第二個字 Cash Cash 它其實是 唸起來跟現金 就是Cash 可是我們常常會聽到 有人唸說 Catch 聽法有一個CH在裡面嘛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是 Catch 可是你有時候唸Catch 人家也是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對 所以它可能不好意思糾正 那Cash的意思是 快取記憶體 所以它中文其實就是翻成 快取 喔 對 所以大家會唸成Catch 就是能夠理解 但是它的唸法呢 是跟現金那個字 是一模一樣的喔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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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字 這怎麼唸呢 這我們超常超常看到 然後也超多人會把它唸錯 大家都會唸成 Suit 沒錯 大家都唸Suit 因為它跟西裝那個字 S U I T 沒有一個E在後面喔 但這個字它是唸Suite Suite Suite 跟那個甜很像嗎 跟甜是一模一樣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套裝 大家如果有用那個Google那個套件 一整套系統的話 它叫做 G Suite G Suite 一個套裝的意思 也是 套房的意思 所以以後不要再唸Suite 對 Suite是西裝 不要再唸Suite 好 下一個 第四個 是大家很常很常看到的單字喔 它叫做 Exit Exit Exit是出口的意思 大家都超常看到 那大家會唸的是什麼 Exist Exist 是存在 那這個字是Exit 那你知道那個鍵盤最左上角那個字是什麼嗎 ESC ESC是 Escape Escape 跑跑的意思 好 那是禮拜 好 這四個單字就是 大家會常常把它唸成 別的字 正確的唸法 大家還是要把它學起來 比如說你出國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懂得出去 別人唸對的你聽不懂 那就是有點怪 第二類 就是很難分類的 我們就把它放在這類 對 叫做其他 第一個字是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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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錯的方法其實也蠻多 有人就是直接唸 access 我都是這樣唸 access 然後有人唸access 我都唸access 也是很多人唸 那可有點懶 但是你一定要有那個可 大家跟我唸一遍 access access 很乖 好 第二個字是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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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數的意思 可以變得有參數 所以我們平常有說 很會聽到 Variable 可是就是Vari才是對的 可是在台灣還是聽得懂 那下一個字 這一個 我到現在還是會唸錯 恩 它很不知覺耶 大家都會唸成 怒 怒 怒喔 那它正確的發音其實是 no no 超怪的 我覺得很怪 可是這個才是對的 no 它不是no而已 它是有一個L的號碼 no no 很怪吧 我覺得很怪 沒有任何 我覺得很怪 可是 no才是對的 no 對啊 這大概也是榮登前幾名工程師超常唸錯的一次 因為我們很常用到 然後又很常唸錯 還有這一個 很常聽到廣告也會唸錯的 在國外沒有這個唸法 就是 登 它叫做 app app 是那個非常腦人的蝴蝶音 那很多很多人呢 其實不只是 我們這個科系 都會唸成app 因為對於那種美國人 他們能夠唸app 就過去了 他為什麼要唸app 除非你要強調這個字 可是 這個字沒有什麼好強調的 所以你常聽到下載手機app 那其實都是 為了台灣的設計廣告 因為他們這樣才聽不懂 但事實上在國外都是 大家都直接唸app 下一個 這個字是standard 標準 標準的的意思 後面有一個AR 就會唸成standard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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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蠻多聽到的 standard 錯到錯到錯到 欸那你知道它在法文當中 真的是standard 嗯我不介 下一個 這個字你會怎麼唸呢 是不是很常 很多人都唸成word word word 就是你以為是世界的那個字 word 那這個字其實是唸word 就是 2而已 1 2 3的 2 word 下一個字 這個字也是超常遇到 然後 因為它真的超難唸 所以大家就會唸錯 它正確唸法呢 是 algorithm algorithm 嗯 舌頭要那個 them 對 所以它後面是跟節奏 一模一樣的詞 algorithm 那一般會唸什麼 egorithm egorithm 之類的 各種各式各樣 花樣都有 最後我們準備了一個魔王題來考大家 這真的很長很長被唸錯 嗯 那就是 登 怎麼唸呢 給你們三秒鐘 3 2 1 它是 error error 嗯 不要唸成 error 這跟他講得很像啊 就是word 為什麼會唸word 對啊很像 因為它就是or結尾嘛 大家會唸error 但是不是 它是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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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有一個知名的歌手 知名的歌手 知名的歌手 他就是把這個放成他的歌名 有興趣的可以聽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整理出來 很常被人家唸錯的蛋 嗯 其實也沒有誰唸錯 唸對唸錯 唸錯 唸對唸錯的問題 因為其實能夠溝通就可以了 可是人家如果唸對的 你也不要去糾正人家說 那不是 error嗎 那不是nor嗎 對啊 就是你要有這個sense 有這個sense就好 至少要知道人家唸對的的時候 就想說 可以幫我說人家發票載句嗎 不要去糾正人家說是載句 因為載字是對的 就這個意思 那有沒有什麼我們沒提到的字呢 可以在留言下方告訴我們 比如說你們的職業有沒有 也是這種約定成熟的單字呢 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嗯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喜歡 記得按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跟我們的FV粉專 幫我們按個讚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